誰是這個Pokemon? 是Pikachu Let's Unbox! 我是刀鋒 嘩厲害了,看到我眼前的什麼? 大家都不用多解釋 沒錯,就是這個任天堂Sweet的最新大作 Let's Go Pikachu! 其實我真的不想說那個精靈寶可夢 這個其實是官方亞洲的譯名,但我真的很不習慣 叫草蜜小精靈,大家可能會比較順利 今次Sweet版分了兩個Box 包括E貝版和Pikachu版 E貝版是Pow,所以就扔掉了它,不要 所以就開啟到Pikachu版 因為這次的Box Set和散裝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因為包括了遊戲的本體 還有粒波 那粒波是怎樣的話,稍後開給大家看看 這次,嘩厲害了,如果買限定版的話 就送了Pikachu的證件袋 可以啊,但是呢,你看看 這麼大個應該都沒有誰夠膽拿出街 都頗爽心病狼出街 這個可能留回去旅行才用 後面就可以放八達通、身份證 由黑去到就可以瘋了 香港就以為我是瘋老 好啦,那今天呢,就先開了這盒 OK,嘩,這遊戲小小,盒就大大 裡面有些什麼呢? 是什麼意思? 哈哈,秒細燈籠大 就是這個意思 全部都是裝假狗的 全部都是假情假以虛假的 遊戲呢,大家出街買就是這樣 我看到很多貨沒有炒價 三百多元,所以大家不用怕 好啦,那這個大大盒呢 就是裝了一顆小球 小球小小,大盒大大的 OK,嘩 這個是充電USB來的 那這顆球呢,這次是重點來的 因為呢,其實它就可以當Zoicon用 還有呢,最重要就是 裡面可以把怪放進去 那個球裡面帶出街 去計算你的步行 那就可以升那顆球的level 還有,最重要呢,它就可以連動 這個Pokémon Go用 所以這顆球都頗高科技 散碼好像都成三個水 那所以呢,我為了保護這顆這麼貴的球 又再浪費多一塊水 又買多個殼給它 哈哈,沒有加閉呢 好,嘩 這個球呢,神經病 這麼大個呢,什麼了 這個呢,這個球呢 就用來裝著這個球的 這個球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放這個球進去 OK,那這個有Park樓的 嘩,都幾靚 哦,它還有一個爬山扣的 咦,幾時款啊 那些可以掛著出街 哇,個個知道你是這個 捕捉精靈圓 那就可以解釋一下女生 你又玩精靈,我又玩精靈 對了,就這樣放進去 拿出街,就是這樣 OK,那一塊水就是這個了 哈哈,沒有了 好了,至於這遊戲的本體呢 可能大家都很關心 有些朋友可能十五十六 不知道賣不賣好 那我們呢,接下來 放心,我們呢 將會有爆遊戲的片段 我們呢,將會交由一位 爆遊戲的專員呢 和大家去試玩這隻大作的 那究竟爆遊戲專員是誰呢 當然不告訴你 想看的,記得留意我們爆箱兄弟 好了,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